大家好 夏季是兰花软腐病跟禁腐病的一个高发季节 如果说大家这段时间栽种的兰花 有这几种情况的话 赶紧给它处理 避免兰花出现禁腐病软腐病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兰花种的太深 尤其是一些养护环境通风条件不好的 那么我们切记不要种的太深 如果种的太深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赶紧给它拨开炉头位置这些资料 让兰花的炉头至少裸露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出来 让这个炉头更加的通风更加的透气 不容易产生一些续菌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要使用一些自制的肥水 因为自制的肥水是比较容易滋生续菌的 那么我们用多了 细菌多了也是很容易导致兰花出现这种病害的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专用的兰科专用邮件燃液 那么就会减少续菌的生长 不容易出现禁腐病跟软腐病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养兰花 大家必须要注意这两个问题 不给我们的兰花出现禁腐病 软腐病 那当然也要结合通风的条件 还有平时我们的教学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避免兰花禁腐病软腐病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下一期再见